这绝对是赵丽颖演技的巅峰之作 全片没有一句台词 却把一个处于困境中的聋哑人演绎的淋漓尽致 观影后的观众都说 郝秀平跳下去那一刻 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这就是春节当上映的电影第20条 今天 他来了 故事的开端就是一众检察官在讨论一起比较难定性的案件 案件的起因是王永强一家于刘文精手里借了高利贷 因为高利贷的性质 王永强一家自然是还不起债务 这也给了刘文精施展暴力的借口 他多次通过要债的借口 对王永强的妻子郝秀平进行强奸 甚至每次在他实施强奸的过程中 王永强都会像狗一样 被他用铁链锁在门外 亲耳听着妻子受辱 为了彻底霸占郝秀平 刘文精甚至逼迫王永强签署离婚协议 在这种长期的折磨下 郝秀平不甘受辱 与丈夫表达了轻生的想法 也就是这一次 彻底压垮了王永强的神经 为了保护妻子和女儿 王永强冲出家门 和刘文精扭打在了一起 而作为恶霸的刘文精 自然不会让自己吃一点亏 听到刘文精的威胁 王永强转身回到院子 拿了一把剪刀 在刘文精开车门拿刀的同时 王永强用剪刀刺伤了他 最终刘文精全身被刺了26处伤口 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威胁 现在检察官对这个案件 持两种态度 主办官吕玲玲坚持认为 王永强属于正当防卫 其他检察官则认为 王永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 因此案件也陷入了僵局 距离最后的公诉期已经临近 可能够证明 王永强正当防卫的那把刀 却消失不见 吕玲玲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迟迟找不到那把刀 他们也只能对王永强提起公诉 挂职在市检察院的 韩明本想溜之大吉 无奈领导对他的溜须拍马 很是受用 点明要他对此案件发表意见 本就是为了儿子 能上个好的高中 才挂职在市检察院的 韩明自然两边都不想得罪 说话也是模棱两可 这边才刚糊弄过去 儿子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 作为转校生的韩宇晨 和同学起了冲突 因为家里有个检察官老爸 他从小受老爸熏陶 看到同学被欺负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奈何下手中了点 将对方鼻梁鼓打折了 得到消息的韩明夫妇 急忙赶到学校 在班主任这里得知 自己儿子打的 还是学校教导主任的恩 现在对方诉求也很简单 就是让韩宇晨 和对方诚恳地道个歉 李茂娟觉得儿子 这是见义勇为 不应该去认错 但对方毕竟是 教导主任的恩 在班主任已取消 自家孩子解读资格的暗示下 夫妇二人还是妥协了 晚上到家 夫妻俩就开始 想办法和儿子沟通 想让他低个头认个错 让他不至于 被这件事影响了 不出意外 韩宇晨拒绝了父母的提议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这一点我是支持韩宇晨的 别说什么小男生冲动 如果他真去给对方道歉 那就只会增长对方的嚣张起眼 以后他还会变本加厉的霸凌落下 作为一个父亲 韩明也知道儿子做得没错 可人有的时候 真的很难不向现实低头 就比如韩明主办的张桂生案件 张桂生原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在一次载客途中 他的车上发生了一起 男子猥亵女孩的事情 更可恶的是 在女孩做出反抗后 却遭到了两名实施猥亵男子的殴打 人心没有梁博 张桂生就是女孩的勇士 面对张桂生的阻拦 那两名男子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和他动起了手 双方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最终的结果是 张桂生用灭火器砸了对方的脑袋 致使对方颅骨骨折 张桂生因故意伤害罪 被法院判了三年 出狱后的张桂生不服法院的判决 多次进京上访 韩明现在的任务就是安抚张桂生 让他不再挑战法院的权威 在韩明又是帮忙找工作 又是让他以孩子为重的苦口 活心劝导下 张桂生同意此事作罢 并签了保证书 因为事情办得漂亮 领导对韩明也越发地赏识 这不 王永强的案子 也带着他这个挂职的参与进来 再次对王永强的问询 依旧没有得到对他有利的证据 现在院方的压力也不小 田检的意思是尽快提起公诉 给伤者一方一个交代 可作为主办官的吕玲玲 却坚决不同意 原本想做个合适老的韩明 却突然被领导为以重人 要他协助办理王永强案件 老韩那个心慌啊 他本不愿意这件案子有牵扯的 现在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协办人员 不过领导都发话了 他也拒绝不了 既然参与了案件 老韩自然是要拿出工作态度的 为了让吕玲玲不那么钻扭脚尖 老韩带着他来到了 自己经常白嫖的按摩椅专卖店 却不想在这里 给观众贡献了一出名场面 逛商场的李茂娟 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近一看 正是自己的老公 此时的老韩还在追忆 和吕玲玲恋爱的往事 殊不知他的听众是自己的老婆 老韩反应那也是相当的快 再看到媳妇的一瞬间 话风转得比方向盘还快 对着李茂娟就是一顿猛夸 我现在太太对我挺好的 她那美丽 大方温柔 知性还苗苗 就教会了我很多 给了我很大知识 方方面面 媳妇你懂咋在这儿啊 你在装 无奈李茂娟太了解自己男人 直接就戳穿了老韩的表演 在他强势的眼神中 老韩也只能介绍两人认识 在得知面前的就是老公的初恋后 李茂娟并没有表现出失礼 不过三人之间的聊天也是干了的尬 回到家后 可就不用再顾忌老公的面子 该走的流程必须要来一点 坦白局正式开始 不过只是老韩一个人坦白 这强烈的即视感 还有那种无理取闹 简直被玛丽给掩活了 老韩是幸运的 在他即将落入深渊的时候 派出所的电话救了他 被儿子打得张科报案了 人家的伤情鉴定也出来了 属于轻微伤 现在韩宇晨已经够上了治安处罚标准 刚好 原告张一也在派出所 警察给了双方调解的空间 张一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要韩宇晨和自家孩子道歉 此刻的李茂娟也不再坚持 孩子都要进拘留所了 如果低头认错能平息此事 儿子是不是见义勇为也就那样了 不过韩宇晨这孩子性格刚烈 无论老爹怎样劝说 就是不愿意低头认错 况且人家确实也没做错 儿子夫妻跑了 这件事又搁置了 夫妻二人也是急得不行 眼看就要再派出所门外吵起来 老韩的电话再一次成功拦架 吕玲玲告诉他 案件的重要证人郝秀平失踪了 两个人急忙来到郝秀平的家里打听情况 奈何村子里的人在谈起郝秀平时 都是一副如碧蛇蝎般的态度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在村里情报组曹老四镇 二人花了四百块 参加了买消息送中华的活动 从曹老四对刘文精一家的评价中 他们知道了对方是村子里的恶霸 无人敢惹的那种 就在曹老四准备展示情报员的能力时 却被媳妇给拦了下来 人家也害怕惹火上身 所以不愿透露太多 那既然你们不愿说了 活动的中华总要兑现了 结果两个冤大头收获了十几只中华小牙膏 回到家中的老韩 少不得要被媳妇再训一度 不过人家张主任也给了两天时间 为此李茂娟拿出了珍藏已久的铁盖茅台 希望老韩带着酒去找人家说请 撤销对儿子的案件指控 接下来 就是雷佳音和张义的对手戏了 据说在拍这一段时 雷佳音并不是故意弄翻的电动车 不过这自然而然的反应 却被导演放到了正片里面 也只有这种最本能的反应 才最没有表演痕迹 苦等一天的老韩终于看到了张主任 可当他到车上去拿酒时 不出意外 水果栏的诚意太少了 张主任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本以为自己是没办成 回家少不得被媳妇一顿数落 谁知推门进家 媳妇正和大舅哥有说有笑的 更让他欣喜的是 作为侍刑警队队长的大舅哥 在听到外声的时候 直接大包大揽地告诉夫妻呀 这是就是他打声招呼的事 夫妻俩喜出望外 有个好哥哥就是不一样 当然 那两瓶铁盖茅台也进了大舅哥的口袋 儿子的事没了后顾之忧 老韩也进入了工作状态 二人来到医院看望了刘文精 却没想到被刘文精的堂哥带人给躲了 从他嚣张的话语中 还得知了刘文精的哥哥 是一个抗洪救灾中牺牲的烈士 就在双方要起冲突时 嚣张堂哥接了个电话 随后就带着人慌忙离去 这反常的一幕让吕玲玲心生疑惑 猛然间就想到 他们是不是找到了好秀萍的下落 二人也立刻驱车跟了上去 果不其然 当二人赶到汽车站后 恰巧看到他们正要强制 带走好秀萍母女 这一刻的吕玲玲就像一头母狮子 嗷一声就冲上去 护住了那对母女 老韩也是不遑多让 只身挡在了三个女人的前面 这时 刘文精的那个号称 恶霸的父亲防患走 暂时压下了双方的情绪 够不够嚣张 即使他们面对的是检察官 依旧还敢大放厥词 甚至在吕玲玲要带走好秀萍母女后 直接动手开始抢人 当真是切切实实地 要将无赖行为进行到底 双方当即就发生了肢体接触 冲突中 身体柔弱的老韩被刘富推翻在地 好在警察来得够快 这场闹剧才被终止 这可是工伤 老韩高低要表现出英勇就义的姿态 奈何他遇到的女人都不懂藤原 在初恋这里得不到安慰 那就只能回家找媳妇了 果然还是媳妇会疼人 对着老韩就是一顿心疼 可还没等老韩享受片刻的温泽 细心的李茂娟就在她身上发现了一根头发 这下也顾不上再装伤了 急吼吼地赶紧解释 没想到这边还没解释清楚 郑主却直接冲到了家里 既然能找到家里 那一定是有急事 在吕玲玲的解释下 夫妻二人得知好秀萍母女 被安排在了自己楼下 了解了发生在好秀萍身上的事情后 李茂娟当即就表示 这母女俩自己照顾定了 这边才刚安顿好好秀萍母女 老韩就接到了不好的消息 刘文精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一下可算捅了马蜂窝 在刘家老爷子的组织下 嚣张堂哥带着大批人马 直接将检察院围了起来 这样的举动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 政法委曹书记亲自出面安抚聚众人群 看到领导出面 刘老爷子立刻搭起了戏台 先是甩出大儿子获得的那些荣誉 以增加己方的分量 接着要求法院立刻对刑凶者定罪 现场群情激愤 对方律师也要求检方立刻对嫌疑人提起公诉 为了降低影响 曹书记给检方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提起公诉 得到保证的刘老爷子带人撤了 这边检察院的三个人却起了争执 田检要求立刻对王永强发起公诉 遭到了吕玲玲的坚决反对 凭吕玲玲的脾气 怼起领导也是说来就来 为了将下属的反骨按回去 田检将王永强案件的主办官换成了老韩 毕竟老韩是会审视夺事 不过他的糟心事也是一堆 这才刚到家 就收到了儿子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夫妻俩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 谁知当初大包大揽的大哥居然没将这事办成 这家给老韩气的 酒可是贬了 结果现在儿子还面临着拘留 提起火爆的李茂娟也是对着大哥一顿埋怨 哎不过这夫妻俩的音波攻击 大哥只能帮他们联系了张主任的外甥 希望通过人家牵线搭桥 可以和张主任做做将事情说开 没想到等见到张主任的外甥后 老韩那是撒鸭子就溜 原来来人正是刘家请的律师 老韩那是胆紧躲厕所里避险 不过人家明显是认识他的 也是看着他检察官的身份才愿意帮忙的 为了孩子的前途 老韩也不太好拒绝人家的热情 这边事情还没着落 糟心事就再一次上门 答应自己不再上访的张贵舍 再一次走到了上访的路上 就是这个片段 让观影的观众做出了反差最大的反应 上一秒全场都在哈哈大笑 下一秒却集体噤声 就这一下 张贵生彻底失去了上访的可怒 看着他还未成年的女儿 抱着染血的头盔伤心欲绝 老韩的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但他也只能狠下心 将张贵生离世的消息告诉对方 等老韩说完 女孩默默地打开手机 里面正是张贵生去上访前 给女儿发来的语音 他告诉女儿 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上访 无论结局如何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之后自己会好好地工作 努力赚钱供女儿上大学 却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永远 女孩告诉老韩 爸爸一直都不愿去上访 是自己不断要求爸爸要找回公道 不能背着这样不公平的判决度过一生 说着 女孩还拿出自己帮爸爸写的上访材料 现在他觉得老爸是被自己害死的 可他接下来的灵魂拷问 却让老韩陷入了深思 如果你当时也在那辆公交车上 你看着那个人被流氓刺 你会怎么做 你会像他一样停身而出吗 你抹着良心说 我爸有罪吗 这个问题老韩回答不了 做了几十年检查工作的老韩 此刻竟对自己的所学产生了怀疑 好在这边王永强的案件终于有了眉目 吕玲玲找到了当初看到那本刀的人 现在只要他愿意将自己看到的说出来 王永强就有很大的概率被判定为防卫过的 二人当即就带着郝秀平前去工地找人 他们也成功找到了那个叫大远 不过对方显然是不想多管闲事 即使郝秀平向对方下跪 对方还是不愿意帮忙 刘家势力实在不是他可以得罪的起 话还没说完 得到消息的嚣张堂哥就带人赶来 刘老爷子为了自己儿子 也是费尽了心思 他告诉郝秀平 只要他愿意签下一份自愿和刘文精 发生关系的承诺书 他们欠的债就一笔勾销 并且自己还会给王永强出事谅解书 请求法院从轻发落 可他这番说辞明显是骗郝秀平的 就在这个可怜人即将签下自己名字时 被保安拦下的吕玲玲终于赶来 就在他努力劝郝秀平时 老韩的电话响了 原来是郝秀平的女儿娟娟不见了 刘老爷子立刻通过手势告诉了郝秀平 他的女儿不见了 心思细腻的郝秀平立刻就意识到 女儿是被刘家安排的人绑了 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中 郝秀平跑上了楼底 他知道 这些人绑走女儿就是为了逼他就烦 但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能再逼迫下签字 为了不让郝秀平做傻事 老韩向他保证 他的丈夫能活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听到老韩的保证 郝秀平有一瞬间燃起了对生的希望 可突然间 他就又意识到 只有自己死了 才有可能换回丈夫的幸福 想通了这一点 郝秀平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好在经过及时的救治 郝秀平保住了一条幸福 也就是他这一条 把康村的一伙人也吓到了 就连那个嚣张的堂哥 也在警方的审讯中招供 他曾经多次用女儿逼迫郝秀平改口 那个叫大勇的也愿意站出来作证 那把刀就是在案发后 被刘文精的堂兄藏了起来 虽然事情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吕玲玲作为主办官 却因为没有保护好证人被暂停职务 老韩觉得吕玲玲太冲动了 那天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的 他却独自抗下了一切 可吕玲玲却说 他一定会保下老韩 因为王永强还在等着他帮忙申冤 不过老韩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他这段时间已经翻遍了曾经的相似案例 根据法律的判决 那些有着正当防卫前提的人 全都因为反击过重 不是被判故意伤害罪 就是被判故意杀人罪 而这些 都是他们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的判决 而吕玲玲现在却要挑战法律的权威 她并不认为这样的判法是正确的 老韩知道王永强一家有冤屈 但这件案子放到全国任何法院 她的判决结果都是不会变的 面对老韩的歇斯底里 吕玲玲玲讲述起了二人的曾经 他们的爱情也是因为老韩的一次见义勇为 并且那时老韩还告诉她 所有正确的事都有代价 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 吕玲玲的这番话 彻底打破了老韩的固有认知 也正是因为这番话 让老韩想要试一次 按照自己认为的正义去努力一次 另一边 儿子的事情也终于有了转机 在张主任外甥的安排下 老韩夫妻和张主任坐到了一起 然而依照李茂娟的脾气 几句话的功夫 双方就闹到了很不愉快的地步 甚至这虎媳妇 直接将事情演变到了动手的地步 就张主任那小体格 哗一下就被李茂娟给干倒了 这回一家人彻底陷入了被动 就在他们商量着硬着头皮 扔下这件事时 大舅哥打来了电话 张主任撤销了对韩宇晨的指控 可不是被打怕了 是因为学校确认了张主任儿子 存在校园霸凌的行为 不过张主任又重新向派出所报了案 这次针对的是李茂娟 没让一家人久等 警察很快就上门了 李茂娟也将面对行政拘留的惩罚 执法董法的老韩父子 痛快地将李茂娟送上了警车 不过在去拘留所的路上 韩宇晨向父亲发出了灵魂拷问 他问父亲 如果以后再遇到同学被霸凌 自己是不是要躲得远远的 老韩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 如果这个社会真变成那样 人人躲着罪恶走 那些罪犯将会猖狂到何种地步 可如果像韩宇晨那样出手 就容易触犯法律法规 这是一个命题 到了拘留所门外 父子二人也算是送到了最后 该说不说 李茂娟懂得可是真多 将媳妇送进去后 老韩也迎来了自己的命运之战 他让郝秀平申请了公开听证会 大会开始后 老韩讲述了郝秀平一家的遭遇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说服台下的所有人 不过现场都是懂法的 他们对老韩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毕竟法律就是红线 任何人都不能去踩 老韩据理力争 不断拿出自己收集的资料 可就算这样 依旧是反驳的人比较多 这个讨论已经脱离了 王永强杀人的事实了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任凭一个杀了你家狗 还逼你喝尿 每天折磨你娶乐 甚至反复强奸你妻子的人 有机会去车上拿刀 甚至只有1%的可能性 在王永强眼里 刘文静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野兽 他阻止这个野兽去侵害他的家人 这有错吗 这一刻老韩到发了 他拾起了少年时的正义感 还有心中守护内法不容 被不法侵犯的信念 我认为王永强的行为 补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0条 正当皇位 我的结论是 当老韩这番话结束后 我的心也跟着猛然一颤 但他现在要做的事 可不仅仅是这一个案件 如果要将此案判成正当防卫 那么之前的案子 就代表着检查机关的判决有误 可想而知 他将面对多大的阻力 但现在老韩知道了 无论有多大的阻力 他也要坚定自己的理念 因为法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接下来这一段 请用心感受 老韩这段慷慨激昂的发言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正义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打心里都很同情 王永强一点的遭遇 那我们就让那个同情 埋在心里边吗 其实法律是什么 在老百姓那很简单 就是公平 都知道打公司贵 打公司难 那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打 不就是要有公平正义吗 这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一共452个话 56,681个字 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4个字 公平正义吗 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 想要的吗 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 替他们讨个公平 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 什么是法律 是天理 是国法 是人情 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 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 我希望大家都摸着自己的心坎说话 做出于无亏于良心的决定 用真正的公平正义 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 去回应他们的情感 去回应他们最苦塑的期待 让天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 法律 是让怪人犯罪的成本更高 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罚 不能像不法上 全场掌声雷动 固执怎变 这段演讲没有刻意删起 却让我一个中年大叔 潸然泪下 最终 王永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老韩用自己的坚持 守护了公平正义 就像他说的 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 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最高检也推翻了过去 谁能闹 谁死伤 谁有理的稀释宁人做法 至此 影片结束